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常常说 我们面对沟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在于 我们满头满脑的在想自己想说的话 而不是对方听到的是什么 或者是对方理解的可能会是什么 甚至于当对方在第一时间没有掌握到我们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还会很意外的去责怪对方说 你怎么可能不懂我的意思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 没有人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 它没有义务要真的懂你的意思 可是我们却每一次在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直觉反应 这样的直觉反应呢 在心理学里面叫做投射偏见 它是一种我们自动化一种习惯的一个呈现方式 我们会以为所有人看世界的方法都跟我们一样 那另外呢 有些科学家还说投射偏见会带来知识的诅咒 什么是知识的诅咒 我用一个我们文化里面经常说的话 叫知识障啦 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知道的事情 别人也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会假设大家懂 可是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自以为自己知道 所以呢我们会用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世界 可是当你知道了这些标签 就像我每次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很多同学 他可能在外面上过很多课 所以他开口闭口的都是那些他在外面学过的那些名词跟标签 可是当他在说着这些标签的语言的时候 比如说他甚至于会跟我迈弄很多心理学的语言 就像是今天的投射偏见 当他在操作使用这些语会的时候 我有时候都会怀疑他真的懂那个意思吗 再者 当他说着投射偏见的同时 他有没有正活在投射偏见里面呢 我想你可能听到这边头有点晕哦 我就讲一个很实际在职场上面可能有的状况 我们可能会责怪我们的部署说 我确定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星期五要做好 但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是哪个星期五 你看哦 这句话里面有多么强烈的投射偏见 当你说星期五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说是这个星期五还是下个星期五 我们并没有为这星期五去做明确的标的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是假设对方应该要知道是哪个星期五 好 谈到这里就牵扯到两个层次了 第一个层次是 你有没有把你的讯息真正清楚明白的传递出去 你有没有去意识到自己的投射偏见 让你的话成为别人听得懂的部分 而不是自己想说的话 然而第二个层次是在于 只要你在职场上 别人一定会用投射偏见来投医你 这个时候你与其怪别人没有讲清楚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的问清楚 如果对方没有讲清楚的话 我常常说询问跟确认 它是一个习惯 而且它是一个好习惯 别人会以为我们一定知道 那反过来说 当你以为自己一定懂别人 不就是同样一个逻辑的不同面向吗 所以希望你听到这边的时候 对于投射偏见 不再只是一昧的去怪别人 怎么没有把话说清楚 怎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当人就是有投射偏见的时候 你如何去重建好你应该知道的讯息 如果你不这样想也不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不也活在投射偏见里吗 那么至于当我们在收集到一些资讯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资讯 并且运用好的问句去澄清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学习 我很鼓励你 可以把握7月21号 我开课的高难度对话的万物文切 我相信会对你很有帮助 无论如何 今天谈到最后 其实阻碍我们生命的 通常不是因为我们不懂一些需要懂的 而是我们以为自己懂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在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前面所提到的7月21号的高难度对话课程 我们在影片的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 6月份也有相关的讲座 凯宇很期待能够在起点文化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你对于起点文化还有台语的支持 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2017年的7月份 推出了这一款叫人际危机的桌游 它把复杂的人际互动跟换位思考 变成是一套游戏 让我们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去认识每个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的事件状况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推出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的老师 团体工作者 甚至于企业主 人资部门 还有家长的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 叫做他们需要大量的跟人互动 然后有没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不说教的 让他的对象 和他在乎的人 能够好好去理解 其实很多事情的关键 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 而是在于我们彼此是怎样的人 那推出到现在呢 很多人都跟我反应 他说 这套游戏真的很棒 很有启发 可是有没有更简单的玩法 一定要四个人吗 一定要花这么多时间吗 那玩完之后 我可能不会做这么多的诠释跟说明 那怎么办 那这些声音我都听到了 虽然呢 我们有做一系列的影片 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下定一个决心 从更根本的部分 让你拥有这一套桌游之后 可以发挥它的更多无限可能 所以呢 我设计了一个工作坊 你可以运用一天的时间 你可以体会到 除了最标准的玩法 你也知道最标准的带法之外呢 你还可以去运用 同样的一套媒材跟工具 不管你是面对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 还是十个人 在有限的时间底下 你可能只有一套或两套 你怎么样透过这些媒材 跟这一群人 去做一个适当的团体活动 而这些团体活动 一样可以让你的参与者 体会到什么叫做换位思考 什么叫做人际里面 真正关键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一天的工作坊 不仅是会为你做这样的一个示范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会运用一天的时间 让你可以透过同样一套工具 去设计出适合你的多元玩法 那么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坊 除了会让你有这些收获之外呢 现场我们还会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让你把人际危机带回家 那么关于人际危机桌游工作坊的详细内容 在我们影片说明里面都有相关的连结 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希望在工作坊里能够跟你相会 我们一起前进 关于人际危机 防疫 开始 详细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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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